你一定想不到 用山药和牛蹄筋搭配在一起 出国瞬间变成一道经典的美食 吃过的顾客都赞不绝口 喜欢的朋友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我是如何制作的吧 首先准备适量的牛蹄筋 这种蹄筋都是我们提前发好的 干的牛蹄筋账法非常麻烦 买的时候尽量买这种泡发好的 为了增加营养 我们再准备一根贴棍山药 切记削皮的时候一定要戴上依次性手套 因为山药皮中含有大量的造角素 摸到手上会非常的刺痒 接下来我们将山药皮削除干净 削完以后再切成均匀的段状 然后再切成山药条 这样烧制的时候会更加的入味 全部切好以后装入碗中备用 下面再准备两颗大葱 同样切成段状 切好以后我们装入碗中 为了搭配颜色 我们再切些青红辣椒条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不放 这道菜的配料和食材都非常简单 接下来开始烹饪 下面将山药条倒入锅中 全程煮制一分钟 煮好以后我们倒出控水 再次起锅 加入适量的清润油 先将青红辣椒条轻轻的滑一下油 这样做出来会更加的有量 滑好以后我们装入一个碗中备用 下面将大葱段倒入锅中 将大葱炸至微黄 这时我们将煮好的山药也倒入锅中 将它们完全的炸熟炸透 最后直到色色金黄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到处控油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一些花雕酒增香去腥 将牛蹄筋倒入锅中 全程煮制两分钟 将牛蹄筋完全的煮透 煮至回软 这时候我们倒出控水 煮过以后的牛蹄筋看起来光滑筋道 下面锅中加入葱油来增香 再加入一勺高汤 家里没有的朋友可以用开水代替 然后倒入山药和大葱 调味只需加半勺味精 一勺鸡精 两勺白糖符合盐味 半勺胡椒粉和适量的蚝油 再加入一些老抽来上色 最后加入适量的味达煤来提鲜 将所有调料倒入锅中 然后搅拌均匀 将体筋也倒入锅中 这时候我们要将它烧至两分钟 将所有食材完全的烧入味 最后我们勾入适量的水淀粉 这样能使体筋挂上一层薄薄的芡汁 吃起来会更加的美味 为了增香增量 最后我们加入一些葱油 然后翻炒均匀 这时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全部烧好以后 我们出锅装入一个盘中 最后撒上青红辣椒条做一点缀 这样一道葱香浓郁 软香劲道的山药烧体筋就制作完成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非常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